9月28日,为期六天的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拉开帷幕 备受关注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G600 不仅首次参加飞行表演,而且还进行了飞行投水功能演示 展示了其强大的火场灭火能力 当天12时14分,由赵生、赵磊、魏鹏、张世海四名成员组成的机组 按预定科目和计划,从珠海机场跑道起飞 在本场进行飞行投水功能演示 九吨水随着飞机下步,投集水舱门打开,倾泻而下 精准覆盖投水目标区域 投水后飞机状态良好,响应特性正常 投水任务系统及飞机其他各系统工作稳定 今年3月,AG600飞机全面进入投集水科研验证示威阶段 分别在湖北京门、贵州安顺进行了灭火任务系统 地面原理验证,以及地面注水投水 水面积水投水 四高原投水、试飞 四项试验试飞工作 累计试飞 53架次79小时 完成了11个试飞科目 有效验证了AG600飞机投机水功能 性能特性 灭火任务系统工作状态正常 试验结果不会涉及要求 为加快AG600项目工程化试制 四行验证及领先试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 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之一的AG600 是为满足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 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 着重围绕满足森林灭火 海难救护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而开发研制的一种应急救援航空装备 AG600飞机特有的船体机身设计 使其拥有水上飞机的水上起降功能 可在内陆江海湖泊 水库和周边海域飞行使用 未来将与无人机 直升机 其他注定的飞机 共同构建 适应我国真林防空消防 地震地质 气象灾害源 救援 海上救援 交通事故救援 以及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航空应急救援网 助力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 有效支撑建设平安中国 航空强弱的战略发展需要 中国航空工业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华南公司总工程师黄领才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预计2023年AG600飞机具备灭火能力 计划2024年取证后投入使用